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栋位于爱德蒙顿顶级名区Winsor Park的独立屋 房子位置极好,位于阿尔伯塔大学主校区的中心 附近有公园,有河谷,有高尔夫酒厂,还有朱比利大礼堂 对口小学Winsor Park Elementary School是全省排名第一的名校 步行五分钟即可以到达学校接送孩子 更为难得的是这栋房子占地7500平方英尺 50乘150尺超大地块,以后可以分割成两块土地盖两个独立屋 Infield潜力巨大,但由于是高土地价值,持有的成本也比较高 地税就要9000多,如何在持有中变现成为现金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左手边来到房子的会客厅,巧妙的设计搭配上家具的摆设 显得房子的空间塑造更加的丰富 此外,会客厅设有一面朝东的向阳玻璃窗户 既可以让您享受春日阳光,也可以让您冬日站在窗前赏雪 紧挨着会客厅的是正餐厅 悬挂的水晶灯下可以摆放容纳8到10人的餐桌 可以在这里体面的举办聚会和庆祝活动 穿过门廊,我们来到房子新装修的厨房 超大的厨房拥有宽大的倒台和提供充足储物空间的厨柜 厨房的台面,厨柜和电器均已全部升级 浅色实应台面配深色的厨柜,简约大方明亮 特别是燃气炉灶,功率大而且美观大方 轻推露台门既可以纵揽绿意盎然的私密院落 可以一边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安全地玩耍 一边和家人朋友聊天,饮茶或者烧烤 在厨房右侧是家庭小餐厅 方便早上用餐,享受温馨的日常生活 穿过门廊,我们来到一层的北侧 主卧宽大的空间,除了可以摆放一张king size 床和床头柜 也可以放下一张躺椅 想象一下在温暖的阳光下喝喝茶看看书 哪怕只是听听早起的鸟儿鸣叫,也是十分惬意 中间走廊设有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也是进行翻修过的 房间瓷砖搭配着白色梳妆台面 显得整个卫生间干净整洁 从卫生间出来,穿过连接走廊的是房子北侧的两间卧室 在这一层一共有三间卧室 现在让我们穿过客厅、餐厅和厨房到地下室去看看 整庄地下室另有三个卧室和一套全新装修的卫生间 还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房 有一套洗衣机和干衣机 也可以在这里再隔一套卫生间出来 我们先来到的是朝北的宽大卧室 房间内摆放一张king size的床绰绰有余 闲鱼之际还可以看看电视 再往前走是另外两间卧室 地下室跟楼上一样也是三间卧室 总结一下 房子室内宜居面积超过3000平方尺 一共拥有六个房间、两个卫生间 虽然这个房子建于1952年 但是室内做了全面的装修 屋主将全屋更换成了石墨地板 所有墙面都做了重新粉刷 厨房、卫生间和橱柜等也已重新翻修 整栋房子的配色迎合了当代流行趋势 房源所在区域优美、交通便捷 地理位置好,可以多人居住 软装设计,搭配主题吸引人 房主利用这些特点把房子做成Airbnb 现在夏季每月毛收入超过7000价币 既满足长期持有看潜力的需求 又获得正现金流的出租收入 又获得正现金流的出租收入 从别人的投资创意里 你会有哪些感悟呢?